大家好 我是阿信助教 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 永浪電流 Inrush Current 我們在發動汽車引擎的時候 經常會看到車內的燈光會瞬間按了一下 這是因為車子的啟動馬達 在發動的瞬間 突然間吸了太多的電流 讓燈泡沒有電可以用 所以呢 會讓燈泡在瞬間按了一下 那像在工廠裡面 如果說有機具的馬達 要啟動的瞬間 也會讓附近的日光燈 會造成按一下閃爍之類的 那這個道理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今天呢就用 小規模的方式來重現這樣子的 現象 做測試給大家看 這個現象在一般家裡面 不太容易複製出來 那今天我們很感謝 搏機電子 這個借我這台4016 來當作測試的儀器 那我們現在呢就接一台電風扇 來做測試 那我們用的這個項目呢 是第三項 Inrush Current 我們現在就把電源打開看一下 好 你現在看到這邊 藍色的這一條線就是 電壓 然後紅色的線呢 就是電流 那 藍色的線的電壓是從最高的地方開始 這是我故意設定的啦 我故意設定 這個電源是從90度的向位開始 Turn On 然後 這邊的紅色呢就是電流 那因為90度是最高的電壓 所以它的Inrush Current也會比較大 我們現在看到Inrush Current它是1.7 你可以看到這邊 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有一個Peak很高 這個就是 永浪電流 那為什麼這個馬達一開始 上電的時候會吃掉這麼多永浪電流呢 那這個 原理可以用很多理論來解釋 但是我今天比較想要用 直觀的方式來做說明 假設這個小馬達 就是我們的電風扇馬達 我們在上電的那一瞬間 它的轉軸其實是靜止的 不會動 那所謂靜止的馬達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有人把這個軸捏住 讓它不會轉 或者是說 這個轉軸呢 接了一個很重的負載 那重到這個馬達 剛好不會轉 那如果說馬達要推動一個 很重的負載的話 那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它要吃掉更多的電流 來去驅動 我們的負載 那這就是 永浪電流的來源 剛才我有講 馬達的負載 接的越重的話 它需要吃的電流 就越多 那我們現在呢 我就做實驗給各位看 現在用第六項 我用圖形的方式來表達 會比較 直觀一點 來我們把電源打開 它這邊接電的方式 我是用USB的5V 接進來 然後進儀器 然後再出來到Load 然後再接我們的馬達 我們現在把電打開 它現在是5點多伏特 這個 藍色的就是電壓 紅色的就是電流 電流大概就是在29mA附近上上下下的 我現在要把手 去把這個馬達 鎖住了 我現在給它一點摩擦力 我只要手稍微 撕一點力 它電流就變比較高 我把它放開 就變低了 再撕一點摩擦力 我如果全部把它壓到底 讓它不會動 直接就跳到上面去了 直接 直接就100多mA 所以 馬達在負載很重的時候呢 它確實就是 需要比較多的電流 我這邊就 做一個證明給各位看 當然如果 你說 我如果不要用這個馬達當作我們的負載的話 那是不是 就不會有讓電流這件事情 對 沒錯 如果我們把這個馬達 換成什麼 換成我們一般的電阻的話 那它確實就不會有 有讓電流產生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把 負載換成電阻來試試看 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電阻接上去了 這是一個水泥電阻 750Ω的 那我這邊接火線110 這邊接這個中心線 那我們現在就把電打開 看看 看 這邊 一開始會不會出現有讓電流 Turn on 好 你可以發現這邊 紅色的電流跟藍色的電壓 幾乎是重疊在一起的 這個意思呢 就是 它沒有有讓電流發生 如果有的話呢 它這個上限只會被頂到很高 就是說 你會看到 一駐晴天的這個peak出現 但是這邊 並沒有 表示 電阻的case並沒有發生有讓電流的現象 那既然電阻 不會產生有讓電流的現象 那麼像這種巫絲燈 它理論上裡面應該就是很純的巫絲 巫絲線嘛 巫絲的這個燈絲 應該也不會出現有讓電流才對啊 我們就來試試看 可能 結果會跟你想的不一樣喔 好 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個巫絲燈接好了 這是一個40瓦的巫絲燈 等一下呢 我們就把電源打開看看 它是不是有InRush Current的產生 那因為這個巫絲燈打開之後會 蠻亮的 所以我現在就先 我會把它蓋一個這個 這個東西 讓它不要這麼亮 不然畫面會曝光 我們把電源打開 你這樣就可以看到 它其實有一點點的InRush Current 但是沒有像剛才馬達這麼明顯 所以我們在看待巫絲燈的時候呢 它其實 不是 像 這個 它不是很純的電阻啦 它應該還有一些 電感或者是電容的特性 都 寄生在裡面 合在裡面 所以呢 我們 在巫絲燈裡面呢 才會看到這些 這樣一點點的 InRush Current 那如果說我們把 現在比較流行的LED燈呢 把它裝上去呢 這InRush Current 可能就會高很多 因為 這個 LED燈它 裡面有 AC轉DC的電路 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我們現在已經把LED燈接好了 那等一下呢 Power On的時候會很亮 所以我們拿一個紙蓋起來 現在呢就把電打開看一下會不會有永浪電流 有沒有 這邊有一根 看到沒有 這邊多少呢 3點多安培 我們一般 Normal的話呢 也不過400多mAh 它一開始這個peak呢 就已經3點多 所以LED燈它裡面 因為有 這個 AC轉DC電路的關係 所以它本身是 會 產生InRush Current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筆記型電腦的Adapter 它會產生多少永浪電流 因為之前有人跟我反映說 我每次插電源的時候呢 筆電的電源 常常會看到火花 這實在是很可怕 到底這麼正常 其實呢 這個現象 再正常也不過了 因為 這個 筆電它的這個 Adapter 它是沒有做開關的 所以你插電源的那個動作 等於就是開關的意思 那 開關上去的那一瞬間呢 本來就是會有火花 你的電流如果越大 當然火花就越大 那為什麼 之前插電風扇都不會 因為電風扇 它自己有另外一個開關 在那個 在那個基座上面 那你在插電風扇電源的時候 它的電源並 還沒有打開 所以它不會有電流 當然就不會有火花 但是如果你把電風扇的電源 按下去打開 的那一瞬間 它其實是有火花的 但是那個時候你插頭都已經插好了 所以你什麼都沒看到 那筆電的情況 剛好是不一樣的 你 這全部的電都是 On的狀態 所以你 接上去那一瞬間你自己 扮演開關的角色 你當然就會看得到火花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把電源打開來看一下 這個Adapter 它會產生多少 那個 Inrush current 把電源打開 你看這個數值 33A 而且我沒有想到它會有兩個pick 這邊只是說一個比較高一個比較低 但是它還是有pick 那它的這個最高呢是33A 各位你知道33A是什麼意思嗎 我們一般這種延長線啊 或是我們家裡的BX 它最多 那個電流容量 只有到15A 這邊呢 就已經超過它的兩倍了 所以呢 它的這個電流 其實是非常大的 但是你不用擔心 它不會把你家的 那個插頭插座燒壞 它只是會在這個瞬間 產生一點火花而已 這個火花不會影響到什麼東西 這個33A 並不是 並不是持續的 持續的發生 它只是 在上電的那一瞬間 你看喔 這樣是一個cycle 這樣是1.60秒 它在1.60秒裡面佔了幾格啊 我覺得可能 比1.10格還要小啦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但是如果你家有瓦斯漏氣的話 那就不一樣了喔 只要有一點點火花 它就會發生爆炸 這就是為什麼安全宣導要求 大家 不要在瓦斯漏氣的時候 去開關電源 因為開關電源就會產生火花 進了引發爆炸 各位 如果是汽車引擎的話 你會不會好奇它的啟動電流 到底是多少呢 如果在那個情況 在戶外 當然就 帶這一台 不是那麼方便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用這個東西了 這個呢 我們 感謝保工企業 他 提供了我這個勾錶 那我們一般 測量比較大電流的 就用這個東西勾錶 待會呢 我們就去外面 來為各位測量汽車的 啟動電流 到底是多少喔 好 我們現在就用這個勾錶來看一下 我這台老爺車的啟動電流 到底是多少 那這個勾錶呢 它有兩個電流的檔位 一個是400A 那一個是40A 那這兩個檔位電流呢 都可以用 這個Select來切換AC 或者是DC 那我現在就是要切換到DC 因為汽車是12V的直流電 那因為啟動電流通常都比較大 所以我要使用這個 400A的檔位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勾錶 勾到電線上面去 這樣有看到嗎 這樣子 這樣應該可以看得到啦 看不太到 我再轉過來一點 好 這樣可以了 好 那我現在就到車子裡面去 我們來試試看 把引擎打開 來囉 打開 應該有錄到啦 好 來看一下結果 我剛才看了老半天應該是有錄到啦 最大電流好像是230幾安培的樣子 那如果你的勾錶它是 有最大值鎖定功能的話呢 你發動完引擎 它的最大電流就會留在電錶上 方便你觀察 那現在大家應該就知道 汽車的啟動電流 大概是多少了吧 希望通過今天的介紹 可以讓大家了解到 什麼叫做 涌浪電流 那有些東西呢 你要在意 有些東西其實 你不用太在意 那 不要忘記囉 要記得訂閱 10座派電子實驗室喔 掰掰